好 OK 好 那 我們 危機分這門課 有時候我會講一些額外 那像因為今天是 11月1號 那11月1號是我們的雜誌的出版日期 那我們有編一個 城市人雜誌 那這是不收錢的 所以 你可以直接在線上看 你也可以下載回去看 那 這個是我們從 今年1月開始就 就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所以已經出了10期 那我們有個社團 在Facebook上面有個社團 就Programmer Magazine 那城市人雜誌 你應該可以搜尋得到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也歡迎大家 加進來那我是社團管理員 所以 你加進來之後 我會盡量把你加入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問題 就是有很多那種會貼廣告的人 常常會想辦法進 所以我們會過濾 所以如果你 你不小心 你不小心被我過濾掉了 請你跟我講一下 因為這個很難判斷 那現在我們這邊有4000多個人 所以在 你透過這一個雜誌 你可以得到 我是覺得大概 在目前國內最詳盡的城市方面的訊息 那就是每次有什麼新的 那我們的網友或者是我 會把它寫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看 那這邊呢 其實我們有一個置頂的貼文 它就是我們的雜誌的下載點 那每個月的最新一期呢 我都會放在最上面這邊 那之後呢 就是整個列表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滿一年 所以整個列表就 就不需要分年份 直接用月份直接列 那你從這邊點進去呢 從這個網頁版的幾年幾月點進去呢 你就會看到這期的雜誌的內容 那你也可以下載 你也可以下載 像這個ePub 如果你有iPad 你就可以下載回去看 或者是有比較大的平板 就可以下載回去看 手機也可以看ePub 但是用手機看這類的雜誌 是比較不適合啦 因為那個層次那麼大 要換行會不容易看 那你也如果今天是在PC上面 那你又不想看網頁版 其實PC上面最好的方式是看網頁版 看網頁版是怎麼講 就不用安裝東西 然後而且其實它的排版相對的都比較好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歡PDF 你就可以下載這個iPad.pdf 然後另乘新檔回去看 那這個你就可以這樣 一直這樣存起來 那它的排版格式基本上跟我們的微積分的課本很像 不過我們微積分課本是用LibreOffice排的 但是程式人雜誌我們是用一種叫Markdown的快速寫法所寫 然後用一些程式去轉換出來的 所以它的排版的美觀度沒有像那個微積分這麼好 但是大致上OK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雜誌的排出來的樣子 那這是我們這一期的內容 那我們不見得每一期都會介紹完全只是程式的東西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想說把一些周邊的東西也介紹 那什麼是周邊的東西呢 譬如說這一期裡面我們的一個重點其實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這個從短訊一直到程式與科學這部分呢 我們有一個重點這一期是電磁學 那電磁學在微積分這門課上面其實最後一章我們會來討論這個主題 你會發現電磁學跟微積分的關係非常非常的密切 因為你如果不會微積分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學電磁學 因為他用到偏微分而且是向量偏微分的主題 那向量偏微分的主題 它裡面其實還用到更多的像閃度旋度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基本上是馬克思威創出來之後 後來的人再想辦法把它數學化變得更數學一點 然後才創造出這樣的領域 那後面我們有一個程式人文集 這就是每一期我們都會有不同的就是各個人的投稿主題 那你也可以寫文章來投稿 像這一期裡面其實我們就有一個是我們系上四年級的同學 許趙毅同學來投的稿 那所以歡迎有興趣來投我們的雜誌 那這裡像這個 許趙毅同學他這次就投了一個adreno專題分享 然後利用藍牙模組來做兩台adreno之間的通訊 那他有持續的在寫網誌 所以如果你有寫網誌的習慣 像我們其實叫各位交作業 我都是想說各位就是直接在網路上交 那所以你這種東西連作業也就放在你的網誌裡面就好 那像許趙毅他習慣用block spot 就是Google的那一個網誌 OK那這樣其實也很好用 那你如果習慣用像那個block spot 或者是無名最近是關掉了 然後聽說要關掉 還沒關嗎 聽說要關了 因為對然後還有一些其實無名是早期的 其實後來有更多的網誌做得比無名更好 所以網誌無名其實現在不見得很需要 那我是習慣用VDOT 但是我現在其實也越來越偏向於用Dribbus自己加戰 然後需要的時候我就放到像這個Github上面去公開 那編輯的時候在Dribbus 然後公開的時候就在Github 那每個人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那你可以考慮一下 從一年級開始就養成這個習慣 那我想說的是養成這個習慣有什麼好處 各位覺得咧 你養成這個習慣寫網誌的習慣有什麼好處 以後可以當政治人物 以後可以當政治人物 當政治人物好像不能隨便亂放炮 如果你在網路上隨便放炮 那以後可能就當不成政治人物了 那最近很多政治事件都是不小心從網路上放炮而產生的 那如果你是刻意某種陰謀 要讓對方下台 然後你去放炮的話 那當然是有有就是功力很高的政治高手 對不對 但是大部分的人好像在網路上面寫網誌 不是在做這件事喔 所以確實是可以這樣用喔 但是很少人是這樣用的 其實也不少 各位有沒有知道其實有很多台灣的媒體 基本上他們是不中立的 所以他們其實刻意在操作輿論的 那那種媒體其實他就有這樣的傾向 就是他會刻意放一些消息然後去影響輿 有有蠻多的媒體會這樣子喔 那大大其實是刻意往好的方向影響 有些媒體是刻意往壞的方向影響 那其實是很多喔 好 好 那我們不能講 不能講這種 欸對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這一期的內容 我覺得 各位 跟各位微積分其實是有關聯 那如果你學物理學 各位今年有修大衣物理嗎 沖堂所以沒有沒有修物理 OK 所以可能下學期會修 OK 那你們就微積分還有什麼呢 通室裡面還有什麼 通室裡面還有什麼 通室化學啊 化學喔 生物跟化學 喔 生物化學都有 生物化學都有 對的 可是物理沒開發對不對 物理沖堂 OK 那生物跟化學可以修 好 所以修生物跟化學 OK好 了解 啊 其實我們 嗯 就是 就是 資工系其實比較需要的是物理 喔 因為 生物和化學到最後你會發現 譬如說在電子資訊領域 我們比較沒有直接的用到 間接的用到而已 沒有直接的用到 所以其實最需要的還是物理 那另外一個就是微積分就是數學這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於物理的一些東西喔 這個人 各位應該都有聽過對不對 這張圖也是從維基百科弄下來的 那 OK 安培 那維基百科很好用喔 就是但是你用的時候你一定要遵照他的授權 這一點稍微先提醒各位一下 各位可能上我的課 因為還沒上到程式課 也還沒上到開放原始碼 所以各位對這一部分會比較不了解 那什麼叫維基百科的授權呢 如果你像我這邊就參考了很多維基百科對不對 這維基百科的OK 那你可以看到維基百科的這裡 你把它拉到下面去 你會說本站全部文字在創用CC姓名標示 相同方式分享3.0協議之條款下提供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文件的授權協議 那它的協議是說你可以自由分享重混 然後但是你要遵守遵守姓名標示和相同方式分享 那以這個協議而言它是 它是by SA 所以它沒有禁止你做商業用途 有一些像by NCSA它就會禁止你做商業用途 那這時候你就不能做商業用途 但是維基百科是可以 所以它沒有禁止你做商業用途 這個規定 否則的話你還是有可能被告 因為如果譬如說維基百科認為你侵權的話 他還是可以告你 那維基百科可能不太有告過人 就我所知我還不知道他有告過人 好 那這個也就是說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你看我下面也是 程式人雜誌採用創作公用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授權 那我們這邊點進去你就會看到 OK 我們引用的位置雖然跟它不一樣 但是我們是引用這個台灣版的 基本上是一樣 好 那 這裡你會看到 為什麼為什麼 討論電磁學要為幾分 各位有沒有想過 電磁學 其實 你看電磁學裡面最重要的 安培定律 跟法拉第定律 或者是被馬克思威組成出來的那個 四個方程式 它裡面 都是微分符號 而且是偏微分喔 而且 你現在所看到的比較簡潔的版本 通常是 用一種巨大的算子 叫做 閃度 旋度 那種Nabra 這種很奇特的大算子來寫的 那你沒有辦法理解這種東西的話 你就很難了解電磁學到底為什麼是這樣子 好 當然我們不是只有看電磁學的數學 而且 當你了解了那個 公式的意義之後 你應該可以 你應該可以 設計出電磁學的實驗 設計出電磁學的裝置 OK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這個是安培定律的圖對不對 有印象嗎 奇怪 我的圖怎麼沒出來 重新整理一下 難道我的圖真的沒上傳 好 等一下 好 那回去要再 再傳一下 好 那 圖真的沒上傳 所以還好我今天還沒發布 這個圖居然沒有上去 好 我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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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另外的版本 有沒有 正確 是真的沒上傳還是 是 真的沒上傳 奇怪 欸 這邊就有耶 只有那四個沒上傳 這是怎麼回事 好 先站實管 我去再檢查一下 OK 這邊 的圖都有上傳 好 OK 那先暫時就直接看好 好 那這個定律我現在剛好這裡 不知道出了什麼錯 沒看到 那就這一篇 好像就這一篇 所以我們直接看馬克思維方程 馬克思維方程 你就會看到 OK 還是有一些沒上傳 好 那像這個 抵X分之抵V 這是不是微分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 像這個 integration 然後0到R 這是積分 然後再來呢 安培定律是什麼 partialY分之partialR 這是偏微分 偏微分 然後呢 高斯定律 partialS分之partialQS 這也是偏微分 所以在 電磁學裡面 其實都用到偏微分 如果你 沒有了解偏微分的話 你很難了解 馬克思維方程 也很難了解 像那個 安培定律 這些東西 OK 好 所以 馬克思維他有推出 用數學推出一些 很有意思的東西 因為其實 馬克思維並不是說 研究電磁學的第一人 在他之前的法拉蒂和安培 其實都把這些現象 研究得很清楚 但是 馬克思維的強處在哪裡 馬克思維的強處是在 他 他花了很多時間 專注在一件事情 就是把電磁學的那些現象 用一個好的方法去解釋 最後他就找出了這四個公式 事實上馬克思維找出的是12個公式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 Nabla這種 這種閃度懸度的算子概念 所以如果你用閃度懸度去描述 他才會是四個公式 如果你用偏微分描述 他會是12個公式 偏微分描述就是這邊的這些公式 OK 但是如果你用閃度懸度描述 這不是馬克思維做出來的 這是後來人家把馬克思維的東西在精簡化 就變成這樣的公式 這個符號念Nabla Nabla 點的符號是指閃度 OK 那用這種閃度和懸度的方式 像這個就是高斯定律就是用點 Nabla 這個就是指閃度 用這種閃度和懸度的方式 可以讓整個方程組變得比較簡單 事實上不需要八組 只要四組就好 只要四組方程式就可以了 那你就看到說OK 這是馬克思維的證明 馬克思維的證明方式 但是如果用閃度懸度的話呢 就會變得相對的短很多 本來兩頁只剩下一頁 那這個其實是黑維賽 這個人在馬克思維之後再去 重新整理馬克思維方程式 然後用一個近代數學的方式 再去表達他 所造成的結果 那你會看到 其實 後面這段話是我寫的 這裡面很多都是維基百科來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我寫的 但是 對於一個 如果你著重的部分是用的人 你可能會覺得說我把他用得很好 OK 那我就學好 但是對於一個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劍客 各位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叫做 十年磨一劍 十步殺一人 OK 那這句話其實是在描述 我印象中是在描述金科 OK 他去刺殺秦王的那個橋段 那他就為了要刺殺秦始王 所以他 他不斷的在磨那把劍 就只是為了能夠到時候 很快的把旁邊的衛士殺掉 然後去刺殺秦王 那 對於科學家而言 其實他們像馬克思威他也花了十年 他這個方程是出了三篇論文 我這篇文章裡面有講到那三篇論文 這三篇論文裡面呢 他其實不是劍客他沒有磨出劍 但是他磨出來的卻是 以武俠小說來類比的話 卻是整個近代科學的易經經 近代科學從馬克思威法拉第開始 就整個脫胎換骨 他變成一個 從前是 從前在馬克思威法拉第之前 是屬於機械的世界 但是到了馬克思威法拉第之後 是屬於電子的世界 你現在所看到的大部分的東西 都是電子的裝置 即使是機械裝置 現在也都加入了電子的內容 那所以傳統的 像台灣是很慢才進入這個工業體系的 所以台灣其實進來之後 那個特別是在1960年代 那時候就剛好半導體的時代 所以台灣剛好就接上去 所以開始有像聯電之類 台積電這種公式 那其實最早是日月光 日月光在高雄是很早就有 那那種封裝廠慢慢的再從封裝廠 變成晶圓廠再一路上來 那但是 其實台灣從1960年才進到這種世界 人家 英國 他在 200年之前 就已經進到這個世界了 馬克思威是什麼時候的人 馬克思威是 馬克思威是 1831年到1879年 那 那個 那個 法拉第呢 比他還要大40歲左右 對 所以法拉第還要再往前就是 但是馬克思威很早死啦 那馬克思威48歲就死了 那40歲 所以 他們 死亡的年 年份不見得差很多 但樹生的年份其實差了40年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 成先起後的狀況是很清楚的 而且 法拉第幫了馬克思威很多 法拉第幫了馬克思威很多 他是一個 法拉第是一個品格很高尚的科學家 而且他 各位知道法拉第是 小學沒有 只有小學程度 他沒有沒有受過正式教育 這個這個人有點像那個 艾迪森了 沒有受過正式教育 但是呢 他是一個實驗天才 他不只跨 電磁學領域 他連化學領域 然後很多光學領域 他都有跨足 而且都做出了 那個領域最基礎的成果 最基礎就是說 你連課本裡面都會念到的那種東西 結果 你追蹤一下發現是法拉第做出來的 OK 那 但是 你會看到說 OK 法拉第做出來這些東西 對他來講其實 其實 他到最後他還是不斷的在提西 像馬克思威這樣的人 但事實上法拉第的一輩子呢 是被排擠的 有沒有聽過這樣的故事 好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法拉第 其實在這裡法拉第更有趣一點 你可以看到這是法拉第 法拉第 他 1791年到1867年 所以 他 他 出生比較早 但是死亡其實差不多太多 那你可以看到法拉第他其實 家裡經濟是很糟的 他的爸爸是鐵匠 然後呢 他後來也當了鐵匠 但是慢慢的他去 去往科學的領域走 然後 他一開始去 去幫人家 做很多 別人的助手 然後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他做了戴維這個人的助手 戴維也是個科學家 他那時候算是蠻有名氣的 但是呢 有一次戴維他 實驗受傷 眼睛受傷 後來他就 知道說法拉第這邊很強 他就找他來當助手 幫他做實驗 那從此呢 戴維就 法拉第就跟著戴維 但是問題是 戴維其實 他們 他們 算是已經有成就的人 他法拉第是一個 矛頭小伙子 而且是地位很卑微的 所以其實像戴維的老婆 非常看不起法拉第 對 但是而且法拉第還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次 有一次呢 就是法拉第發表一篇論文的時候 他沒有告知戴維 而且沒有把戴維放上去 那雖然那也是他自己做的 但是這件事情就讓戴維跟他有很大的心結 所以到最後其實他 戴維就不讓他做電磁學實驗 法拉第只好跑去做光學實驗 然後又在光學領域又創出了一片天 這是很奇怪 大家都會發現說其實法拉第是一個很優秀的實驗主義者 他很會做實驗 但是呢他有弱點 他的弱點就是他數學不太好 OK也就是說維基分那些他其實不太懂 但是他很會做實驗 所以他把很多實驗都做得很好的之後呢 馬克思威基本上已經不太需要去重做那些實驗 馬克思威是因為看了法拉第的一本書之後呢 他就開始想那些數學的推論 所以他們兩個其實是在做接力賽 連續接力了幾十年 然後再往前做還要做到安培 安培再往前做還要做到庫倫 OK所以西方科學發展了幾百年 其實他那個內力是很深厚的 那我們現在所學到的很多其實都是 從表象開始進去看 但是那個背後的那個內力很深厚的 其實台灣目前的工業 還有一些是很難學得到 譬如說電磁學就是我們其實有一點造門的地方 我說的不是只學術 學術也是有人在做 但是台灣的電磁領域的技術 其實在跟美國比起來是落後很多 OK所以這裡其實有很大的空間 如果台灣的科學技術要進一步發展 往這邊走勢必是要 對但是台灣現在有個現象就是 大家不想往這邊走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做這個東西吃力不討好 然後發表論文的可能性也維護其微 因為這個領域現在已經很成熟了 但是很成熟的結果就是你要去發表論文 論文要新又要好 又要讓人家覺得說你有貢獻 那這種東西你就很難去 在現在的世界再去發表 這方面的論文 所以台灣沒有做這方面的結果 就是我們的這方面的實力就會很弱 那不只是學校不發表 因為那個工業界因為本身我們就偏半導體 我們也很少投入這個領域 甚至在我小時候其實這個領域是被禁止研究的 應該不叫禁止研究 是說它管制什麼 它管制那個火腿組 香腸組 各位知道什麼是火腿組 香腸組嗎 就是玩無限電的那種人 它是管制的 它是禁止的 你玩無限電是違法的 它現在玩無限電不違法 但是 但是我們因為那時候管制的結果 也稍微影響到說後來這方面的人才特別少 所以現在慢慢回過頭來 雖然我是寫程式的 我們慢慢回過頭來 其實這一塊真的是個保障 但是沒有人 很少人研究 真的很少人研究 真的很少人研究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 他做了很多 法拉第做了很多很多這方面的事情 真的是很強 那 而且最厲害的是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很讚的人 他還提息後面的一大堆的人才出來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所以這個接力賽的結果呢 讓馬克思威可以做出那些方程式 這些方程式就很好地解釋了 電為什麼會產生磁 磁 是如何產生電的 而且不只是為什麼 他不只解釋了為什麼 他還告訴你說 你可以精確地算出來 每一個點的磁場 每一個點的電場 你只要給我方程式 我就可以精確地算出來 每一個點的磁場 和電場是多少 這是他強的地方 那當你可以精確地算出來 當 這個理論出來之後 原本做電磁學的人都是亂做 都說 OK我量得到就好了 為什麼這麼大呢 我不知道 那你量得到 但是為什麼是這個值 其實我是不知道 那馬克思威出來之後呢 就是 我除了量得到 我還知道為什麼他這麼大 OK 那這時候 那個科學就出來 本來是工程的 大家就只是量得到而已 後來科學就出來 因為 你不只量得到 你還可以算 而且你天線架起來之後 它會往哪個方向 發射電磁波 每一個方向的強度會是多強 你根據天線的結構 我們還可以算 用馬克思威方程去算 當然這裡算的過程當中 會需要一些推論和假設 為什麼 因為有一些數量很小的 我們要忽略不計 不然算起來會累死 還有雜訊那個 勢必是沒有辦法完全處理掉的 雜訊也會必須要過濾掉 就是會有一些誤差 但是 因為馬克思威 所以你可以很精確的算 算到最後你就知道說 OK 那我量出來的實驗 是不是有明顯的太大的誤差 如果沒有我就認為說 OK 那這樣推論是正確 那這樣子 到最後整個近代的科學 就從機械跑到電磁學領域 那這個如果把它想像成一種武功的話 這個武功很強 這武功有多強呢 你可以隔空殺人 各位覺得行不行 我如果我有電磁學方面的設備 我可不可以隔空把你殺了 這是做得到 做得到 還記得前一陣子 總統大選 總統大選 對 總統大選的副總統 那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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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胡敦毅 不是 不是那個胡敦毅 不是 我是說沒選上跟宋楚瑜搭的那一個人 張昭雄 對不對張昭雄 還有印象嗎 張昭雄 各位 各位對政治都不太熟悉 那張昭雄有一次那個他讓宋楚瑜很錯愕對不對 為什麼很錯愕 因為 因為他對著記者說 有人 用電磁波攻擊他 所以導致他住的地方 的電磁輻射特別強 然後他還真的 因為他是科學家 他還拿了設備去量 確認他們家的電磁輻射真的很強 然後他就懷疑有人 有陰謀 對不對 OK 那這就是 因為他了解嘛 那或許真的特別強 但是 是不是有人 刻意要 這樣子呢 其實是做得到 真的是做得到 只要你懂 懂馬克思惠方程 你懂天線的原理 我可以用電磁炸彈 讓你慢慢的死掉 會啊你電磁波弄久了 你就會癌症就死掉了 那如果更強的話呢 根本不用等到癌症就死掉了 所以 如果你 如果你是學電磁學的 你要謀殺人 可能會用這種方式 那如果你是學化學的 你可能會用毒藥 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是學生物的 你可能就用那個病毒 或之類的 這是有恐怖的地方 但是 科學有好的 用途也有壞的用途 看你怎麼用而已 好 我們下課休息喔 所以先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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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